在台湾 新禽流感病毒H5N2和H5N8 已经第一次从水禽类传播到鸡身上 屏东河彰化的养鸡场的机制 被验出了感染了病毒 引发禽流感可能失控的恐慌 来看本台处台湾通讯员任百娟的报道 台湾农业委员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自1月9号开始 共有239个家禽农场受这一波病毒感染 超过65万只家禽因此被扑杀 由于病毒持续扩散 被扑杀的家禽预计将冲破100万只 当中 鹅染病的情况最严重 台湾全岛30%的鹅受感染 农委会表示 鹅供应短缺的问题 到了明年夏天将更为明显 除了鹅以外 其他的勤别的部分 占我们整个在养数量的比例 大概都是低于0.1% 0.2%以下 所以对总体的一个产销的部分 跟所谓的产业的影响部分 是相对是平稳的 为了制止病毒扩散 从星期二起 所有农场 菜市场 屠宰场 和装载勤内的运输工具将进行三天的消毒 农业官员也向消费者保证 春节期间的家庭供应将不受影响 广北扩散